相机上最有用的两个半自动档位 如果说自动档Auto档和程序档P档 是由相机替我们控制了绝大多数的拍摄设置 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两个最有用的档位 则是需要我们自己来设置绝大多数参数 只是留给相机一部分工作来做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第一个A档 光圈优先 由我们设置镜头的光圈大小 机身的内部芯片会根据我们测光模式 以及测量范围给出相应的快门数值进行拍摄 第二个S档 也叫T档 快门优先 快门优先跟光圈优先刚好相反 由我们设置快门速度 然后相机会根据我们的测光模式 算出对应的光圈大小 这两个档位下 感光度 白平衡 测光模式 对焦模式 都是由我们来决定 相机机身只是配合我们设置光圈快门 来给出对应的快门或者光圈 重点 我们用快门优先举例 因为这种现象 常发生在快门优先模式下 当我们设置的感光度及快门数值 如果当前镜头最大光圈值 不能满足正常曝光量的时候 虚映器里的LCD屏幕上的快门数值 就会发生闪烁来提醒我们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适当增加感光度 来得到足够的曝光 同理 在A档光圈优先模式下 虽然不太容易出现快门速度不够 但如果环境比较暗 加上感光度设置比较低 可能会造成快门速度特别低 这样的话照片会糊片 所以当我们发现此类情况的时候 就需要适当调整感光度进行补偿 那么这两个档位在什么情况下用呢 A档光圈优先 主要适合拍摄静止或者移动速度不是特别快的主体的时候使用 人像景物计时接拍都可以 S档或者T档快门优先 则当然是在拍摄一些速度比较快的场合下使用 例如体育运动类野生动物类 通常选择这两个档位 主要是因为环境光线变化比较快 主体上的光照度经常会发生变化 我们只需要设置光圈或者快门 让相机来计算另外一个参数 以便我们更快的连续拍摄 这两个档位可以归纳为半自动档位 最终的曝光结果取决于我们的测光模式 及相机的自动运算 另外我们在讲P档程序曝光的时候 讲到的曝光补偿理论 在这两个档位也同样有效 下一集咱们来说说摄影师都必须要修炼的终极奥义 M档手动曝光